而民眾黨立委陳昭姿 則是在立法院長投票的時候 他投出了廢票 主動請辭黨團幹事長以示負責 那麼黨團副總長黃珊珊 昨天表示 陳昭姿不會受到黨紀處分 不過民眾黨中平會 隨即發出了聲明 表示黨紀是中平會全責 並且會在下週二的時候 做出一處 前一天立法院長選舉投出廢票 民眾黨立委陳昭姿 主動請辭黨團幹事長 第一時間苦煮黃珊珊 不斷幫忙還夾 昭姿姐已經非常非常的焦慮了 所以我們要告訴她沒有事 這只是一個小廚師 沒有什麼問題 投票後就把陳昭姿 爛屌屌出現在盡頭前 表示陳昭姿不會有黨紀處分 事後還在臉書發出合照 要證實兩人感情不受影響 但黨紀處分可不是黃珊珊說了算 民眾黨中平會發出聲明 強調立法院長投票事件 會召開會議調查討論 還寫到是否黨紀處分 屬於中平會的權責 先前民眾黨中平會決議 雙重黨籍委員不能接任 不分權立委 黃珊珊只能退出親民黨 中平會的種種決議 被認為是黨內反山派人馬的動作 陳昭姿到底會不會接受黨紀處分 下週二才會出爐 不過投出廢票也被民進黨黨團 總召柯建民認為是民眾黨的內部矛盾 陳昭姿發布聲明痛批科建民抹黑 立法院新會期才剛開始 民眾黨的團進團出團結魂就備受挑戰 記者下週一才另一位拉特報道